行政院科技顾问组在过去四天的老力激荡 跟各位交流以后 我相信都有非常非常丰硕的成果 所以首先我要对所有的参加者 尤其是远道而来的顾问们 他们一下飞机就立刻进入到每一场的讨论 觉得非常的感谢 我自己虽然不能够参加 从头到尾参加 但是从第一天开幕以后 听到Dr. Spencer and Dr. Reinhardt 他们的演讲 从那个里面我就听到了 他们对科技或者对国际的金融 非常精辟的解说 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有启发 非常有用 这一次的顾问会议 是我们新政府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当初我们顾问组就设计 马中总的爱台12项 里面的智慧台湾 Intelligent Taiwan作为一个主题 那么因为社会台湾的里面一些项目 都跟台湾未来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张静福政务委员告诉我 在这四天当中 每一场的都是出席的非常的踊跃 发言得非常的热烈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好的主题 确实是大家都关注的 Intelligent Taiwan 所以我想我们不但希望 不但希望以新的科技来发展 我们的经济 来加强我们在严峻的世界局势当中 能够有新的竞争力 也希望以科技的应用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事实上透过我们这个顾问团 他们的观察和意见 我们也了解台湾的这个产业 尤其是这个资讯 通讯的产业技术 还有全民健保 这些方面都可以说是 跟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 得到肯定跟呈现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缺点 即使好的我们还要更好 有缺点的地方我们要改进 我们一定会把这次会议的结论 跟建议 作为政府未来施政的一种 这个重要的方针 我有信心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台湾不仅是一座科技岛 也会是一个美丽的智慧岛 请参加我们在这次会议和健康和健康 和大家的幸福 谢谢 谢谢 谢谢